M1 我們是不是先把M2裝上去 咦 是裝哪一個啊 哪一個是E啊 都拆起來了 這個就是重點啊 它是分開還是跟這個合在一起 原來是這樣 把它就起來 那種 哪一個是E啊 書名書 左邊是M1 你看圖片嗎 有啦 左邊 你看圖片 有啦 左邊就是這邊啊 不是 你是這樣看 咦 是這樣都沒打 對啊 M1就左邊啊 就跟你說左邊 左邊是打一個就是這個這個 反正是你的左邊不是我的左邊 當然是要我以我的左邊 你過來插 勇敢的插下去 那你太用力了吧 就是這樣 咦 螺絲沒有掃啊 沒什麼掃的一隻 亂來 螺絲沒有掃一個 M2 成功 好 下一個是什麼 記憶體嗎 還是CPU CPU 好 i9 200分 好大喔 太瞎了 這樣子 它有一個D-PIN D-PIN的地方 哪一個啊 嗯 它有出名書 是不是有啊 有 這裡有腳 是正面這裡 對 這邊是D-PIN 對這邊 腳腳對腳腳 開 來 開 對 生物破開 所以是這邊 喔 壞掉了 10萬塊 10萬火急 好 放下去 這樣子有裝好 是不是 是的 關起來 放下去 好 CPU就上好了 水 冷欸 那種散熱膏會跑進去嗎 可是看起來這樣是對的啊 是不是這樣囉 是的 然後這個現在出來 風扇要怎麼吹啊 是鎖裡面的鎖外面 這什麼鬼 那邊是往外吹 還什麼是夢 可能我們怎麼知道 那邊是往外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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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應該有寫吧 亂吹 吹的就知道啦 這是用哪種 那它的螺絲是用什麼螺絲 全部都出來 還沒有還沒有 那個不是現在鎖 這個這種螺絲 好 你先先用風扇 風扇的螺絲是哪一種 這種啊 那為什麼只有兩隻 三隻 應該是裡面這個吧 是這個吧 喔 更長的是不是 那這邊先丟碰碟 哇 怎麼那麼多 是怎樣 是那個嗎 對齁 先鎖對角兩隻這樣就好 另外一個風扇也是鎖對角兩隻 欸等一下 阿線的位置是要怎麼辦 先這樣吧 我們現在只是先試它正不正常 完成 風扇的電源是要接 Fan1、Fan2是哪一個 Fan1、Fan2是CPU的 Fan1、Fan2在哪裡 啊 它沒有上 有兩個沒上 那是燒動 是不是 為什麼沒有Fan1、Fan2 有Fan1、Fan2 Fan1、Fan2 啊Pump沒有 Pump沒上 小一個是怎樣 小一個是隨便插啊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在哪裡 Fan3在這裡 啊它的那個支架 它不是下面還有這個桌 你看一下 它好像是要先 怎麼是這個桌啊 這個桌要先用啊 那怎麼先鎖上來啊 小的螺絲 這裡 L 它寫L 我怎麼知道L是哪一個 L有四個啊 L有四個 這裡太多了 那就是這一包的 這一包有四個小的 對 然後我就拿這四個 Woo 丟到風扇裡面 啊 滑吧 看到了 我不知道 那你要放螺絲啊 你要幫我鎖 你有對到嗎 我看不到啊 為什麼洞進不去 你確定是這個嗎 來來來 我可以了這樣子鎖啊 等一下這個真的鎖啊 這個 直接衝過去 蛤 這到底是怎樣 蛤 這沒 這裡沒有得鎖啊 這到底要怎麼裝上去啊 我是不是要先照順序啊 我就跟你說 等一下 1 2 3 3 2 3 2 2 2 0 6 6 是這個啊 2 0 6 6不用這個啊 沒錯啊 還是你弄錯方向 沒有啊它上面就沒有螺絲啊 就完全沒有螺絲啊 你要鎖到哪裡去 這只有洞而已 那那邊只有洞 為什麼它叫你鎖 可能下面還有一片是什麼 這個嗎 為什麼看不懂這個說明書 這個是什麼 這是AMD的耶 所以是要鎖在那個上面 是不是還是怎樣 為什麼看不懂 不知道順序啊 你讓你分享一下 哎呀我知道了啦 你鎖錯方向當然不對啊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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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另外一邊鎖過來啊 蛤 你的圖是看不懂啊 應該是耶 這樣才鎖得上去 但是是這個在另外一邊 還是那個在另外一邊 D-Sync的那一邊吧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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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啊 我看懂了 D-Sync的那一邊啊 下面是 這個在上面 這樣 哦 欸 欸 對對對 喔喔快鎖 是這樣沒錯 就是這樣 有有有進了進了 嗚呼 還有咧另外一顆啊 怎麼只剩下3顆了 還有一顆耶 你拿走一顆是不是 嗯 為什麼呢 啊為什麼只有3顆 還有一顆呢 這裡 這裡 轉就轉 轉整 換步驟8 步驟8 這4個大螺絲 是啊 這2011 一樣喔 那看誰 是這個嗎 應該是那個 那可以用嗎 對就是這個 哇這個肋膏太黑了吧 這在什麼 1 2 3 4 這是什麼意思 呦嘿 好要先1 2 就是對角線啦 那我們要塗3顆膏了嗎 等一下我們先和一下 再確定是 啊水等是從哪一邊出來啊 這個管子是要從這邊過去嗎 還是這樣 欸應該是這樣過去吧 等一下 這個機箱 機箱前面是在 這個是機箱的屁股後面 這個是對著屁股後面 這邊是前面啊 就是這樣子上去 這樣子 會倒機箱嗎 夠長嗎 是吧 反過來吧 怎麼樣反過來 我也不知道耶 這樣子嗎 你說的橫了嗎 感覺這個好像要折下來了 你看看 看那個水管可以折成這樣 我們是不是要先確認機箱 是不是可以裝到哪裡啊 把機箱拿過來看看 出乎意料耶 哇 可能要放低桑 過來 呃 啊你怎麼沒有拿鎖 你說沒事在裡面 喔這個怎麼鎖那麼緊 哇 漂亮 應該是鎖這邊啊 沒錯啊 鎖前面啊 還是它要鎖上面 還是鎖上面 可是你現在CPU放上去 CPU是在這個地方啊 所以不可能接到前面啊 喔對吧 這樣子字才是正的啊 應該它就是這樣設計的吧 是這樣嗎 不然字是寫的怎麼可能 它LOGO也是LOGO都沒有要正的啊 嗯 只是先 只是先 我們連 動都還不知道可不可以動 拿著這個一下 欸 還沒有散熱膏 沒有我們先釋放一下 這個是插那邊吧 這個插這邊 這個 這個插這邊 我根本看不出來 這一罐到底有多少 散熱膏好像要放在冰箱裡 沒有 它要包 看他們都沒有放冰箱 這個它也都會嗎 都可以啊 這個留著 那個拿來用也可以 看他們散熱膏是 有很多塗法耶 你要怎麼塗 什麼意思 就是可能有一點的啊 或者是五點的啊 或者是抹開的啊 或者是 可是你旁邊圖會被擠出來到外面來 對啊 所以就是你要 量要控制好了 它說就是 米粒大小 然後 稍微靠裡面一點的 點 點 這裡不要點好了 這裡點 點進來一點 就點四點靠裡面 直接來啦 不要太多 就是一點點一點點就好 因為太多會被擠出 啊夠夠夠 太多會擠出去 反正現在是四 待會兒拔起來 還會 就知道多少 不夠再補 現在是四喔 對啦 你現在四 待會兒還要拔起來 裝機啊 蛤 三六要拔起來才能裝啊 你是待會兒 全部合在一起 是怎麼裝 要一個一個裝上去 是喔 你塗太多了 所以沒有用啊 就直接卡上去 滋 我們要噴出來 你這樣子有接觸到 沒有你要先鎖 你才知道 你那個緊度 你不能再把它拿起來 不然會有空氣 翹起來你鎖太緊了啊 這不是一二嗎 才不是 你是水管這裡是一 喔水管那邊是一 你確定 然後對角線是二 換你也是二啊 你要鎖 換你一鎖 那是我這邊翹起來 所以我們要記 我們轉幾圈是不是 不然 它其實會 有一邊是翹起來的 亂鎖 我們是要先試 可不可以動 你知道嗎 對 然後正常開機 然後OK 我們再來 裝機 原來 辛苦的裝完機之後 就不能開機 不就麻煩了 拍拍手 拍手 成功 成功 OK D題 D1 D1 差第二根和第四根 是左邊還是右邊 啊 有方向嗎 有啊有啊 反面它這個就插不進去啊 這個卡層在那裡 所以你要在這一個方向 這我感覺快壞 我這樣感覺丟 OK 感覺快壞掉 這就是要壓緊 可是剛剛那聲音聽起來 好像粉碎性固執 OK 怎麼熱 就跟你說熱吧 這好好審判 好爛 PCIe 這兩個怎麼 怎麼差這些 為什麼差一個 另外一個就不好差 你就歐一下囉 有 漂亮 然後GPU卡 WOW GPU好重 主機板可以承受這麼多 這次寫什麼 使用前拔掉風險 整個有貼紙 這邊稍微有東西可以變高嗎 但是這個水冷 好拿起來 確定 可以的 大家撿破一條 看起來車上 那六就不用 對一個就可以了 還是兩個都要 你要硬碟呢 先不用吧 可以夠長 好 就放到這裡就好了 好了 我們都沒有滑鼠鍵盤了 哈哈哈哈 好鍵盤 為什麼拔回去 我有擦錯嗎 這個字 你是不是擦到 那個D DisplayPort 這個是 什麼 這是DisplayPort HDMI是這個 喔 成功 好 你也擦上去 刺激啊 然後呢 開 開 有有有 動了動了動了 喔 這風聲是往內吹的 哈哈 裝作 那OK啊 往內吹OK啊 到底要往哪個吹 我也不知道 那是往外吹啊 然後往內吹 它是熱欸 所以你這樣是把這個吸到 機箱裡面 呵呵呵 這樣我們裝粉 等一下 無訊號 蛤 無訊號 按06是什麼 對不起 這裡也沒洗啊 欸你GPU有裝對潮嗎 J JPG VGS是什麼 它連BIOS那些都沒有啊 欸這個沒有 這個 這個不能用有線的喔 因為WIFI你 爛牙機 它沒有驅動喔 來不及接上啊 用有線啊 你去拿一個有線的來接啊 是要按什麼鍵才會進BIOS啊 呵呵 它沒有畫面出來啊 對啊 你那個確定有線嗎 還是你的顯卡沒有裝好 還是怎樣 這個膠盒要 要一二起用 對 它是多少 喂 這是關機喔 這個是reset CMOS reset Super Micro 說明書呢 你要那邊先關機嗎 你要看那個是關機嗎 對啊 是不是CPU裝錯啦 是不是要先把這個放下來 等一下 我一直撐著 你看它這樣子蓋起來的話 它的 蓋起來是在右下角 欸 看起來就一卷也不是啊 是有方向的嗎 它就只有死 那我怎麼看 那我反回來 好 就是LUTE 來 我們來 換一個方向裝 欸 這樣就裝不進去嗎 它應該有方向 對 這樣就裝不進去 對 裝不進去 那剛剛裝的是 對 Memory 等一下 記憶體 這是像CPU的那一端 對啊 它這個是A 第二根啊 A1啊 和B1啊 不是嗎 對啊 插錯就會插不進去啊 是這個 先一個一個排除 先把一個LUTE拿起來 一個應該可以動吧 應該是QE 我們先插一個一個一個排除 插兩個就會有兩個因素 Trip是什麼啊 欸 你它有沒有這個燈號的顯示 問是什麼數字是什麼問題 有啊 有啊 這裡 那你再開一次啊 那HeatSync 可以要再抽上去啊 HeatSync 不裝會怎樣啊 欸 消毒 消毒 那你會開機啊 沒有它會有 沒有啊 你會開機啊 喔要按喔 你按開機啊 你不按開機 你自己跑 它現在06 06是什麼 06 06 變67 6D 畢竟這個線都有接好嗎 06是什麼 microcore的loading 微核心 還在讀取中 重點是這裡沒有訊號過來 那就是VGA的問題嗎 VGA這邊沒有訊號過來 但是完全沒畫面 AE AE 那些什麼 Legacy Boot Event 是什麼 動不動 就是還在啟動是不是 那那一盞燈都一直幹嘛 對啊 那一盞燈是什麼 它也沒醒 裝置綠燈閃爍 是這個嗎 M.2 硬碟 對啊 應該是裝置連接 重點是沒有畫面 畫面 它一開始要 開機的畫面 就是顯卡問題是不是 為什麼我們知道新卡有沒有插好啊 喔有在跑是有插好的意思嗎 有在跑是這裡有電的意思 有在跑就是寫 喔算是吧 我也不知道 打電話 快點 你還打電話 兩次 漂亮喔 先前的Value 那我們要不要把另外一個給你插上去 哪一個 記憶體 我已經插了啦 喔漂亮 為什麼對要有啊兩根啊 161616 In the 2 In the 2 In the 2是頭序吧 耶高級吧 這個是只有序號 對啊 不管這裡面是什麼東西 就是一張序號卡 那就把那個USB拿來裝啊 喔是這裡啊 用中文嘛 這裡有啊 你一開始跳就按Action就可以 啊這個 跳出間 喔 SUPERMICLE 哇 這個怎麼跟 阿嬤那一堆電腦的LOG 一模一樣 沒有阿嬤以前是 SUPERMICLE 是藍色的 然後 沒有這個 喔是黑色 沒有這個綠色的 是黑底嗎 欸對 欸動了動了動了 就是型卡 在那裡 GG 直接開Windows耶 太瞎了 喔太厲害了 而且還是你的 甚至一樣 阿那我不用買Windows啦 我都想要拆開來耶 你進去看看 我密碼是什麼 我怎麼知道 哇 太瞎了 瞎 哇 好猛 欸 那我這樣子要整個重裝嗎 我更新看看 他會不會說什麼 我是什麼非法 非法軟體 會不會你的那個 你的那不可 就變不能用 蛤 蛤 哪吵 應該他不會馬上消失吧 他就會說你可能是 盜版 用盜版的 受害者 因為我學校都會用盜版 所以他沒有驅動 是可以動的 是這樣嗎 他不會熱喔 你自己感覺阿 有一點溫度 有一個傷痕在那 感覺 欸到底是不是 有出問題 然後哪裡又 沒弄好 至少有一個全新系統 你會覺得比較好 重新啟動 真糟糕 兩個都要一起插進來 所以GPU很耗電 原來就是他害的 害我們在那邊找半天 還拆CPU 拆來拆去耶 本來就一次可以成功的說 我還是找不到儲存在哪裡阿 不儲存就離開 阿我要儲存阿 怎麼儲存 儲存並離開是F4 好 喔 真是 真是死吧啦 設計人太差 可是我第一次看過可以用滑水 你有看過可以用滑水嗎 現在應該都可以吧 好 那我們就裝Windows 謝謝你